萊克多巴胺猪肉将于明年元旦开放进口 西北市政府开全国县市首例与业者订定契约 要求校园团扇受入金零减出 市长侯友仪表示 萊猪不进校园已经不只是一句宣誓 这么简单而已 而是实际行动 这也是我们全国第一个率先跟团扇的业者 处理午餐 非常清楚地标示我们的企业怎么写 我们的内容如何做好严格把关 让萊猪不进校园 在中下游这一端从学校率先做起 不是一句话说萊猪不进校园 就这么一句话这么简单 萊猪不进校园 最重要是我们营养午餐的把关 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 将坚持对新北市40万学生的守护 并且希望于一周之内就能全数换约完成 我们主要是要坚持对40万学生 新北市的学生的守护 那经过多次的延长 从8月到11月 我们公私协力 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 希望把团扇跟食材业者的 公餐的契约全面换约 预计希望今天报告后 能够一周内把它换约完成 张明文更强调查出使用 莱克多巴胺的业者将扣除25点进行乘处 第二次扣满50点就将终止契约 更不排除公告违规业者名单 如果使用查出来使用莱克多巴胺 或是尤其是混冲或假冒者 我们是扣25点 因为扣50点就要解约 那尤其是累贩者除立即终止契约外 我们也不排除会公告违规业者的名单 新北市开出守护食安第一枪 订定契约规定业者 希望达到瘦肉精领检出的目标 共同守护新北市血童的食安 记者王伯仁 陈威应 新北报道